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连续几天下来 美国应对包括香港国安法 包括南海问题 可以说是一个全面性的各个领域 全面性的投入 今天节目要跟你好好来谈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Pompeo 今天早上在费城 美国的费城发表演讲 主题是不可剥夺自由与权利的保障 在这一场活动当中 中国的异议人士魏京生也受邀出席 主持人在介绍他的时候 还全场热烈鼓掌 费城是美国的民主发源地 所以Pompeo选在这个地方发表演讲 可以说是别有深意 这个已经很明确的表现出来 美国现在是把极权的中国共产党 当作是敌人的 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在昨天 那么他有一个报导提到说 川普政府正在研究 要援引2017年的时候的 针对穆斯林国家所发布旅游禁令的模式 那么要透过总统公告 来禁止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还有他们的眷属到美国旅游 甚至有可能取消已经在美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签证 并且把他们驱逐出境 那么根据统计 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超过9000万 而在2018年中国大陆的公民累计有差不多300万访美 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中国大陆游客人数大幅的减少 那这里头有好几个问题大家会浮现出来 第一个就是说那么你怎么去调查 这些中国的观光客他们的政党背景 美国政府其实没有办法得知 那么第二个是中国的观光客 无论如何还是美国重要的一个经济收入来源 那当然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也没有多少人去 不过这里面所传达出来的讯息 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因为他几乎如果做到极致的话 等于是说要第一个是把中共 把中国共产党当作像病毒一样 那么刚前面讲到说是当作敌人 事实上已经当作病毒 是一个要颠覆以美国所构建的全球体系 还有自由民主的这样的一个框架的一个敌人 那么这个推展到极致的话 甚至可能导致中美两国全面的停止来往跟交流 那么这个万一有一天走到断交 那么也不是不可能 那这个讯息出来当然还没有最后证实 但是中国大妈就在大骂说 美国真没出席居然不让我们去旅游 其实这个背后反映的其实是另外一个矛盾 因为包括中国的这个发言人华春莹 甚至前发言人耿爽都被查出来 他们的小孩都在美国读书 那么这一些中国共产党员 那么一方面要应用到美国的自由民主 同时到了美国之后 又到处的搞情报搞收集 我们昨天谈到的 因为在2017年 中共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法 要所有人民都要当配合政府 来进行这个情报的收集 那所以这个时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讯息 其实也不是很令人意外 当然这些中国大妈 接下来他们的女儿媳妇 想去透过观光到美国去生小孩 说她要当美国人的祖母 这个这样的一个意愿 心愿就无从实现 难怪他们要骂美国 好除此之外 美国司法部长 这个巴尔 威廉·巴尔 那么台北时间今天早上 在密西根州的一个活动发表演讲 他说他批评美国的一些科技公司 包括苹果、谷歌、微软、雅虎 那么历年来都服十分配合 来跟中国共产党合作 那么他举例说 像苹果公司去年接到中国政府的这个要求 那么就从网上商店移除了Quartz的新闻应用程式 那么这个例子正好能够说明美国企业是怎么样驱从中共 为了打入这个中国市场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马前卒 此外呢 他也把矛头指向好莱坞 他批评像迪士尼经常向中共屈服 自我审查电影来取悦对方 他甚至说 这个迪士尼的创办人 这个如果看到今天的情况 相信会感到相当沮丧 那么巴尔今天的这个批评 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指标 因为他等于是直接施压给美国的企业 意思说他们都为了一时的这个利益 而这个不顾到整个国家长期的 所谓的对民主的这些坚持 那么由司法部长来讲这样的话出来 是不是代表美国政府接下来 会有更多的有关中美两国的商业上的一个 这种断流的一个现象 我们前面讲的禁止共产党员到美国 这是人的往来的结束的这个断流 那么商务部长 司法部长提到了这个批评 美国的企业过度顺从中共 那么这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 这个谈的是两边的商业往来 是不是也要跟着断流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还看到的是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John Bolton 那么他在昨天晚上 在对香港的外国记者会 FCC的一个视讯演说当中 他提到说 美中经济的脱钩不但是可能 而且正在发生 他也甚至说 那么有可能美国会切断中国跟香港 使用美元的交易 那么这个做法包括 美方要求凡是文件不符 严格标准的中国企业 必须从美国股市下市 那么或是削减中国 或者香港进入美元结算市场的管道 那么后者这一下 前者已经在发生了 所以最近很多那么包括之前被爆出来做假账的一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 现在纷纷都移回香港来做这个二轨上市 那至于后者这个所谓的削减中国或香港进入美元结算市场 这个被称为是一个核选项 那么现在据传川普政府正在认真的考虑 这个当然跟香港的情势有关 也就是说香港在港版国安法出来了之后 美国要跟他进行制裁 所以金融这一块会是一个必须关注的 那么现在传出来中国四大银行 包括工商银行农民银行等等 他们手上所需要的这个大概有一兆美元 是跟日常的这种换汇的一个处理的需要 所以他们现在据说正在进行应变 那么可能最后是要怎么样来支撑 如果说美国断掉香港跟香港来使用美元交易的话 那要怎么去支应 这会是一个非常庞大非常复杂 甚至正波是往全球的金融市场来震荡的 这样的一个中美之间的金融战 好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他是为了制裁中国的港版国安法 所制定的香港自治法 以及川普总统在昨天同时公布的 香港正常化的行政命令 那么现在已经签署生效 那么根据规定要15天内 要公布一个有关针对香港跟北京的官员 还有金融机构的制裁名单 现在是各方都在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彭博社在昨天一个报导说 美国共和党人去年底曾经公布 香港的行政长官 包括警政长官林郑月娥 警务处长邓炳强 这六个人被称为六人帮 很可能会列入到 这个根据香港自治法 还有香港正常化行政命令的 第一波的这个制裁的官员 那据报导说制裁名单 本来也包括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韩正 但是据说被川普给喊咖了 不过白宫已经否认强调说名单还在研溢 我们看到之前美国曾经针对新疆的问题 那么宣布制裁包括新疆书记 这个陈全国在内的四名中共的高阶官员 那么新疆因为毕竟比较遥远 那现在如果制裁到香港 那么甚至说包括北京的这个跟香港的 就被美国认为说是危害香港的自治 这样的这些官员的话 这个层级马上会提升 那甚至说如果韩正 他是中共的政治局常委 那就等于是两国 就完全的这种冲突是公开化 所以呢今天早上的这两天的这些讯息 跟您做了一个归纳 等于说包括第一个是 禁止共产党员就是到美国去 这是两国的人员往来 是不是要断流 第二个是炮轰美国企业 过度顺从中共 这是中美的这种商业往来 是不是也要改变 第三个是要停止 切断中国跟香港的使用美元的交易 这是金融战 再来第四个是针对 这个所谓的港府的违反 对香港的这种自由 造成危害的这些重要的这些名单 进行制裁的中港官员的话 那这叫政治战 那么这样已经全面进行 而大家不要忘掉 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南海政策 那么现在也引起全球的高度关注 所以我们说美中全面冲突的公开化 这个是已经非常明显的 好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 台湾到底能不能够置身事外呢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你分析 网络看屋谁说只能靠照片自己想象 现在信义房屋 强势推出全新进化 叮咚智能赏屋 720度全景浏览 2D 3D空间对照 3D变装 一键切换北欧 日式 后现代三种风格 看屋身丽其境 轻松开启你对家未来的想象 立即上信义房屋网站体验 国泰艺术节 云门全球线上首播 7月18周六晚上8点 在国泰人寿 云门及公共电视YouTube频道 现时播出郑宗龙作品 毛月亮与林怀明舞座精选 地表最强艺术饗宴 与世界同步欣赏云门舞集 详情请上网搜寻国泰艺术节 好 欢迎回到新闻播客 今天节目在前面一段 跟您整理跟归纳分析了 到目前今天上午为止 那么美国针对中共的 这样的一个各项的 从人员到企业到金融 到政治战的这个等等的面向 但是现在国际间最感到关注的 各位感到焦虑的就是 美中会不会在南海直接的冲突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中国在这几年在南海地区 大量的填海扩张 而且对于国际仲裁法庭 在2016年所通过的南海仲裁案 中国自知不理 所以美国国务卿潘培尔他就选在 这个仲裁案公布的四周年的 两天前就发布了一个 美国南海海洋主张 那么这个主张我们在节目上 已经有谈过了 这个里头他是明确的声明说 这个中国在南海的很多主张 都没有国际法的依据 那么这个重申 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对中国大陆 必须有法律的约束力 那同时他还分享了提到说 中国大陆在菲律宾 马来西亚越南还有汶南 这些国家所专属的经济海域 还有大陆交程上所进行的一些 开发活动都是非法的 那么另外美国愿意站在 所有南海主权的深所国 同意的立场 其实这一段谈话当中 那么最引起关注的是说 等于是美国表明了说 一个是认为中国的这些 扩权都是非法的 第二个是他要力挺 周边这些国家的一个权益 那么这样的氛围也带动了 包括马来西亚 包括菲律宾 也包括越南 最近都频频的出面 来捍卫自己本身的一个 这个在南海地区的一个利益 所以有人认为说不无可能 在这个地方发生了擦枪走火 的一个风险 这个时间点 因为两个部分 大家特别的关注 一个东西就是 11月初 11月6号 美国要总统大选 那么过去美国历来 有所谓的十月惊奇 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所谓的十月惊奇 讲的是说 那么有现任总统寻求 连任的那一次的总统选举 那么如果他的选举声势落后 过去也曾经发生过 他为了挽回选情 那么会在十月 有重大的一个政策的动作 那么过去这一类的议题 比较多的可能都是 跟美国内政有关 但是今年的情况 很可能是在国际上的部分 而川普现在的确声势是落后的 但是还没有到不可挽回 那么以他的个性 必定要穷尽各种面向 来提振他的一个选举的声势 我们刚前面讲到说 这两天他底下的重要官员 从国务卿到司法部长 到这个国务院的次卿 一个接着一个出来 来这个发表声明 那么这当中 透露出来的讯息 已经非常非常明显的 那么另外呢 香港的这个 香港自治法公布了以后 按照规定是90天之内 必须要向国会来报告 他们所执行的 有关如何捍卫香港的 这个自治的地位 以及要所进行的一些制裁 包括个人乃至于机构 90天的时间 刚好就是在10月中旬 所以10月会是一个非常敏感的 包括香港问题 包括南海问题 扣紧在美国总统大选前 那这种情况底下呢 台湾能不能够置身事外 这是一个我们所有的 包括我们听众朋友 大家都要非常关注的 那么这里面呢 那么之前 这个因为美国通过了一个 对台湾的军售案 那么中国已经做出制裁 它制裁的是 卖给美国台湾武器的 洛克希德这个公司 说要进行制裁 这个制裁能够产生多大效用 姑且不管 但这是一个政治态度 但是呢 在南海问题 日益尖锐的情况底下 昨天国台办说 希望两岸能够共同捍卫 南海主权 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复杂 因为现在中共所主张的 所谓的南海九段线 都是属于它的主权 这是被国际海洋 国际海洋法 国际法院的 这个南海仲裁案所推翻 也是Pompeo这一次的 南海声明当中 所再次的一个强调 而它的九段线呢 事实上是根据 中华民国在大陆时期 就已经提出来的 十一段线为章本 原始文件都还在 我们国家这边 那现在第一个台湾 面临的一个困难 就是说 我们还要不要主张 十一段线 现在国台办的意思 代表大陆的官方的态度 等于是说 希望台湾也能够 在南海问题上 是力挺中国的立场 但是我们能做到 能做这样子吗 如果这样做 美国会 美国能够同意吗 那另一方面呢 美国会不会相反的 不但是 这个 不能够让台湾 置身事外 事实上 他可能甚至会要求 台湾配合美国的立场 那么要求台湾 公开出来否定 十一段线的 这个历史文件 那么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势必会得罪了中共 所以台湾现在在南海问题上 应该说 也是处在一个 非常艰难的一个情况 因为以南海仲裁案来讲 这是美国的南海声明 所再三强调的 可是南海仲裁案当中 是把我们的太平岛说 它不是岛 它是一个礁 如果是岛的话 我们可以主张 经济海域200海里 但如果是礁 就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当年 这个仲裁案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的态度 是基本上也是不认可的 但现在美国 本来不持立场 但是他现在 拿出这个仲裁案 又针对中共 现在在南海的 这一些填导扩张的 这些情况 说是非法的 那么要赋予一个 必要时动武的一个根据 那么到时候 台湾是什么立场 这个是最近以来 台湾要非常非常关注的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只有 像台积电夹在 美中之间的科技战的问题 现在是一个非常直接的 南海的一个 可能是在10月 或者美国总统大选前 会有立刻的冲突 而这样的一个情况 再再的要考验 我们台湾是怎么来应对的 好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非常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